哇,我猜第五个问题已经九分钟了 音乐剧歌剧表演时在最大化的进入 所演角色情绪与同时是否还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智 提醒自己注意演唱跟表演的细节 请问是如何平衡两者的啊 那当然就是这个音乐剧跟歌剧的表演 其实这就是戏剧跟电影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因为戏剧的话你需要的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起程转和 情绪的一个连贯性 然后呢电影可能它是片段式的 就比如说我们先就是拍这个片段 再拍另外一个片段 然后把所有片段全都串起来 但是戏剧不是 戏剧是你从头到尾 就是有这样的非常大的一个连贯性在里面 当然要保持理智啊 我就是啊 怎么说就是 当然需要进入角色 然后在进入角色当中要尽量的去啊 展示角色 然后展示啊 当时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我觉得啊 也不是去表演 就是完完全全的进入到角色当中去 你是做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当下的一个反应 对 然后啊 当然你还是需要保持理智 因为毕竟啊 如果是比如说啊 最后一幕 最后一个音 你可能更够 crazy一点 就是啊 更释放自己一点 这个没关系 因为你唱完了后面就没有了嘛 但是如果是在目 在进行当中 还是要去啊 去怎么说呢 去判断吧 判断你最大能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 并且不会影响后面的演唱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你自己的一个 对呼吸啊 气息啊 的一个训练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如果是有非常好的呼吸的一个啊 support 你就不会出现 比如说啊 演唱上面的一个披露 所以还是说啊 基本功 然后加上在 下面走台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走台 比如说走台练习的时候 我就比如说 我放的非常开 我需要找这个度 我需要找这个平衡 我在下面啊 排练的时候 通过每一次的排练 我觉得需要去找这样平衡的一个点 你才能够知道啊 你发挥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会对你自己的呼吸啊 就是体力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都是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 对 还是那个 那个问题就是一定要保持好理智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新歌什么风格上线日期 就是上线日期就是啊 近期肯定会啊公布 然后新歌的风格呢 我说过就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风格 然后反正也快上线了 然后啊大家可以让自己就是啊 判断一下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样风格的一首作品 嗯 很久就一直 真的没能够做 第七个问题 北京九九第二场的时候别在后腰的鞋掉了是怎么做到处理的那么自然的 我还是说了就是因为在舞台上嗯 头发 因为在舞台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 然后就可能大家觉得啊 这可能是我第一部的音乐剧 但是其实啊 在演这部音乐剧之前就在美国 大概大大小小演过 差不多十部戏吧 所以其实啊 还算是有经验 因为我早就想到了 就是在台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个状况 嗯其实就很自然 我只要是在戏当中 我就看到哎 鞋掉了 那掉了我就表现一个司班长的正常反应 如果是他跟二妹子在交谈当中 如果是鞋掉了 那也很正常 那掉了 掉了我就捡起来 嗯 掉了我就慢慢的把它捡起来 然后捡起来之后 他唱的时候其实就是独物撕人嘛 你很自然的 你既然鞋掉了 就会注意到这个 这个物品 对不对 你注意到这个物品 那你就看一眼 他因为鞋是二妹子缝了以后送给你的嘛 然后你一直戴在身上 所以你就看一下鞋子看一下二妹子 就这就是很正常 人会做出的一个判断 对 就 就不能急 不能慌 就还是靠演员这样舞台的一个经验吧 70万粉丝福利有吗 有吧 有没有特别喜欢某种乐器的音色 我其实还好 我没有特别 specific的就是 我没有特别的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专注的 或者是喜欢就是一种乐器的音色 如何处理声音技术和不同风格作品之间的差异 这个问题也是我之前经常回答的 就是声音技术是为你的作品去服务的 作品风格要高于一切 作品的风格是一个作品的一个灵魂 所以他们就如何处理声音技术和不同风格之间 声音的技术你可以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基本功 对 但是就是处理不同风格的 就比如说我们我我平时就是训练我的一个体力 对吧 我训练完体力之后我可以跑步啊 我可以游泳啊 我可以就是登山啊 我可以骑单车 这个是啊 这个比喻可能不是非常的恰当啊 就是但是我这些东西所有的都是要维系在我这个人的体力 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 就是我都这个还是这个比喻不恰当 就大概是这么一样一个意思 所以声音就是你平时要训练你的声音在一个非常健康 或者是非常啊科学的一个状态下去进行训练 然后到了风格就是我需要什么样的声音 我就啊唱什么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有什么音乐类型是自己特别想要尝试的吗 有什么音乐类型 我觉得我如果是想要尝试的话 我可能就会去做了 12双十一反反买了啥吗 其实去年的双十一我就给错过 然后呢今年双十一其实啊 当然了也是啊 就是真的是我是觉得很好用 就是还是这个 Bobby Brown 的这个黑白的一个 CP 然后这个白的呢 就是白管 然后它其实因为现在是秋冬嘛 秋冬然后皮肤也会比较干燥 然后所以就是先上一层这个 然后它能特别好的给你皮肤补一下水 然后用完了之后呢 再用这个黑罐 我是有真实的在用 然后再用这个黑罐 去做一个基础的一个调色 给你就是比如说 平时睡得很晚啊 不色不均匀 它可以做一个非常基础的调色 在你做底妆之前 而且它们两个搭配使用 我觉得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当然也会啊 比如说粉底啊 除了虫草也会也会用 平时也会用包别的粉底 就是看什么不同的皮肤状态 因为我不会说是一瓶粉底液 就是一年四季用一瓶粉底液 不会就是我可能会每天根据 皮肤不同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比如说今天我要拍平面 或者是今天我要拍摄 然后或者今天我要上台 我可能根据不同的一个活动的类型 我会选择我不同的底妆 然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Pink Glow 就是它那个高光吧 高光然后这种Pink Glow 很好用 然后还有Bobby的眉笔 然后还有唇膏 这个这个对 这个唇膏也很好用 这些东西都蛮好用的 太久没回家 点点喝酒 是不是根本不认得你了 嗯 还好 对 嗯 就就在这里 休假的时候除了爬山躺着和吃 还干了啥 没了 嗯 基本上就是 这点是 嗯 好了 拜拜 谢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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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コメ